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位于澳门塔石广场附近的旧艾都酒店 虽荒废至今却开启了澳门的博彩业 去年政府提出艾都酒店重建构想 至今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 引发社会关注 澳门土地资源有限 用地紧张 如何达到保育与发展的双平衡 是我们值得思考的问题 位于澳门塔石广场附近的旧艾都酒店 自上世纪90年代结业起荒废至今 但就是第三代赌王的喜家之地 同酒店配套的新藩与泳池 还见证了上世纪轰动整个武术界的五层比武 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 但是澳门土地面积少 可以利用的空间有限 区域所需要的公共配套设施又不足够 早前特区政府提出 旧艾都酒店和新藩与泳池再利用扣上 公众的意见各占一半 因为太旧了 如果建一些適合市民用的都很好 其实我都觉得应该要重建 如果是文物来说 其实我都不建议拆了重建 就是保留一些特色 澳门特色的现在真的越来越少 我就难得可以 如果可以保留还是保留 政府移定重建爱多酒店 建立青少年文康活动中心 从而带动塔石和酒边区域的整体发展 对于这个构想 不少市民都有自己的看法 我们长姐们是希望到老的时候 到老人医院各方面比较好 公屋、社屋 都是回归澳门的市民会比较好 好过又是酒店或者又是赌场 好没意义 澳门已经很多了 不需要再起 不如起回一些真真正正澳门有需要的东西 大家好 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 澳门有线电视互动新闻台 为您特别奉上的时事争论节目 议员讲坛 我是宋雪亭 今天议员讲坛邀请到的嘉宾是 澳门立法会议员欧锦馨 你好大家好 以及时事评论员黄东 欢迎黄先生 你好大家好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探讨一下 有关爱多酒店去留争议等相关问题 爱多酒店重建工程可谓是一波三折 那么一直引发市民和保育人士的强烈的关注 那么部分的市民也是表示希望保留回忆 但鉴于公共工程不表决的原则 爱多酒店和新花园泳池拆卸重建似乎已成定案 那么有意见就指政府随便是破坏文物 那么也是指社会文化司司长失职 其实对于这个爱多酒店的重建 以及引起社会的这种反响 您是怎么看的呢 欧阳 基本上的确爱多酒店的保留或是拆卸 这个已经争论了很长时间 那么问题的关键在于 究竟爱多酒店 譬如说我们究竟爱多酒店是否一个文物 那是否一个文物呢 其实我们按照我们的文物保护法 应该有一个平定一些是否文物 然后决定这些文物是否应该保留 那我们回归前 就应该在蒲国仁时代 已经公布了两次的文物清单 但这些都是80年代或以前的事 80年代以后到现在 到回归十几年 甚至已经订了文物保护法 都仍然没有确定一些是否文物 于是如果我们有一个按照文物保护法 去确定了一些文物的时候 大家要保留这些文物 那些非文物去发展去拆建 大家就可能没有太大意见了 因为会在争论之后 如何决定它的文物 但现在问题就是 那么多年来 没有去公布新的文物清单 也没有去评定过哪些文物 譬如过去的男屋子 是不在这个清单里面的 大家觉得它有保留价值 大家就保留下来 现在爱都 它不在文物清单里面的 但也有一部分人认为它有保留价值 事实上它也有一定的保留价值 很简单 以爱都酒店的一幅壁画为例 这幅裸女像 有些人会有意见 但起码在60年代出现这幅裸女像 其实这个很前卫 代表着当时一些现代化意识 所以它本身这幅壁画 已经有存在价值 问题是我们没有评定过 没有评定过它是否呢 于是当政府又要重建这个爱都酒店的时候 于是就会即时引起 有人会认为是要保留 政府好像不知想不想保留 因为政府一开始就说我没有什么取向的 我听意见的 但结果真的要去到别人表达意见时 似乎政府又不太接纳 于是就引起这个争论不休 我觉得前提就是究竟是否一个文物 以现在来说 它是否一个文物 我想启动文物的评估机制 现在不能够做全部澳闻的文物 启动文物评估机制 是一个专业去评价 它究竟是否一个文物 值不值得保留 要保留的保留多少 不值得保留的当然有另一个问题 我这才是一个机制上去解决问题 而不是纯粹变成一个好像咪高峰的支战 你讲一些我讲一些 而不难以一个机制去处理 那我现在的问题主要是产生在这里 我觉得是 好的 其实这个艾都酒店的重建构想 从提出到现在已经有一年左右的时间了 但似乎也是有些受阻 那么毕竟现在也是没有充分的讨论 还有一些人是有强烈的意义的时候 可能政府也应该放慢脚步去沟通讨论 其实在这方面 就是艾都酒店的问题 您是怎么看的呢 黄先生 整个过程 由它抛出来 去年所以抛出来 到现在过了一年多了 看不到它有什么诚意出现 其实机制也在这里 文物评估清单 当然它一直都检到 但是到现在才说 拿第一批出来 那太慢了 这个过程里面出现了很多的问题 文维法立了 文维会也有了 为什么要听取市民的意见 都这么艰难呢 甚至立法会也有提出这些类似的问题 这些通通在某些人的眼中都是叛角石 其实很简单一件事 就是既然有了这样的架构 你为什么不善用呢 启动文物评定程序的话 我们已经签了名字 可以有条件启动 如果最后的结果是不令我们满意 起码你都行程序 这些民生事务 这些历史问题来说 是经过公众的意愿去决定 我们没有意见 正所谓死得死得眼闭 但现在来说不是 整个过程我们民间都做了 你都不愿意行程序 又没有任何沟通 只不过来来去去接待大社团 然后找一些大社团做一些签名 就说多数人支持 八成人支持 你看到他的调查结果 其实都是有解读的空间 但他便是片面解读 你都追不上 现在的过程就是这样 即是有机制在那里 但他可以回避 等于土地法 他一样可以回避到 关键就是他始终一句 他说到最后 我是依法的 我是合法的 好像解释权在他那里 整个过程 无论你其他问题也好 这个文物保育也好 其实都是我们觉得 很灰暗的前景在那里 不是单单是我们的问题 而整个澳门的旧历史建筑 尤其是二十世纪 都面临危机在那里 你说一些政府的 一些接近建制的社团 或者人士 这个很可笑的一件事就是 那个裸裸杖 哇 教育小孩 周围这么多 这个荒谬绝伦 到不得了其实就是 包括一些社团的负责人 中世纪 西方这个壁画 其实已经是很保守的了 在六十年代出现 澳门市民觉得不是问题 你现在竟然说教育小孩 西方中世纪的 你现在回到几百年后 我们说这些用会教育人的 我们可以从一个角度的 我们的性教育 失败到不得了 这个大出零的问题 就是社民司究竟他怎样理解 他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怎样理解 只是说说建筑 衍生出来的事没有说到 这个建筑本身 其实在五六十年代 这种方式相当流行 澳门要找 我们要补的意思是 他在澳门找不到第二个类似的 这种 他的体量和人之间的比例 其实是相当不错的 不会被人一种压迫感 这个全部都在科比尼 即是西方现代建筑的大师 他有一个研究 就是这个叫黄金比例 其实当局来说 无论是公务元宿舍 或者之类似的东西 他的研究都是非常皮毛的 他丢一些历史资料出来 像山顶的灰屋来说 另外一个例子 现在根本是研究不通透 就已经说要拆掉 又没有一些资料收集 我们拆之前起码都记录了 拆掉了 各个角度拍了 内内外外 然后入资料库 这些工作他有没有做到 都极大的疑问 我们以前知道是没有的 现在这个是如何处理呢 既然你已经硬硬深层要拆掉 你都应该有一个做法 是真的按照你拆的程序去行 我们去年也问过联合国 郭晶先生 他是中国的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 联合国教科民组织的中国委员 我们告诉他 他都认为这个是要补 如果这样的情况下 而不是说不够一百年的标准 似乎他现在画的就是不够一百年就要拆掉 如果这样的话 其实很多事情都说 很快就会消失 消失台阵 我们害怕就是这样 而不是说真的什么都要补一下 起码你行这个程序 大家服了你 叫做你有这样的胸襟 现在看不到那么胸襟 好的 其实对于这个重建问题 刚才黄先生也是提到了政府部门 也是进行了这个公开咨询民意调查 那么结果也是表明了超过七到八成的这个市民 是支持重建的 那么政府也是希望修建这个青少年文康中心 来配合旺德堂去发展这个文创产业的社区的这样的一个定位 如果真的选择重建就要考虑这个塔石和周边的设施的整个规划 其实让澳门人受益 其实对于这个火花艾都酒店方面你有怎样的一个意见呢 欧宇员 支持重建应该是绝大多数市民支持重建的 但问题是重建是怎样重建法呢 怎样解读这个很重要 因为这个现在很明显的澳门政府很容易就是说 经常搞一些咨询 经常咨询完之后结果又由他来去任意解读 解读成对他的东西 这个是非常之不妥的 因为始终你做调查 虽然不多不少有时候有些倾向性 但必须有一个客观的依存 还有真的有些客观一些不受利益的基盘的一些专家 进行参与的分析才是 现在我们说好像重建 但怎样重建法 重建时有保留多少 如果你说将来的用途是青少年文艺中心 当然用在什么用途 大家可以有不同的参考 例如曾经在这座建筑物 在未曾刚刚交给政府的时候 考虑的时候有些人建议 不过澳门也没有现代艺术馆 那是不是可以做现代艺术馆呢 如果做现代艺术馆的话 这个壁画就能配合现代艺术了 但现在不是做现代艺术馆 做一个青少年中心 于是又引起有些人说 青少年中心 那我拿捋铝就不太合当了 你本身很明显 你那个建筑物 譬如说我真的想保留 我想保留多少 保留的时候 究竟是适合用什么用途 这个是很重要的 现在我们是核子摸杖的 政府怕老袋做青少年艺术馆 就做这个中心 很明显 你政府在做咨询的时候 其实你已经有一个取向 有一个定向的时候 那自然当你得到这些数据 就用你的想法 来解读那些数据的时候 就出现了现在这个矛盾 那我觉得这种咨询 我本来做很多 但必须要避免这种先有定向 然后去解读这些数据 来得出结论这种错误的做法 好的 那么相关问题 我们也是稍后讨论 广告回来 我们继续议员讲谈 欢迎回来 大家好 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 澳门有线电视互动新闻台 为您特别奉上的时事正论节目 议员讲谈 我是宋雪亭 我们继续来探讨 那么重建这个艾都酒店 也是包括三个部分 旁边的新花园泳池也在范围之内 那么上次季 60年代轰动华人圈的无尘比武 就在艾都酒店的新花园泳池上面进行 所以港澳不少武侠小说迷都觉得 新花园泳池是他们的朝圣圣地 但是泳池的设施已经老化 有声音就呼吁政府要更新设备不要拆除 对此您是怎么看的呢 黄先生 社民司司长 他提到 引用麦建志 前市委会主席的说 足够了 很多问题要收小宝 这个 我们跟游泳爱好者不会矛盾的 实际上 那里来说 你收小宝就会把它整好一点 如果真的需要全天候的话 其实盖子也不是说没有讨论空间 关键来说 主要里面的一些旧建筑的设施来说 要活化的就是活化 要保留的包括一些垃圾等等的东西 其实这些不可以随便 我们觉得不可以随便移动 因为它的确有一定的文物价值 它的垃圾等等 它的需要是认真地思考它 如何将它在活化 甚至重建之余 能够尽量保留一点 所以来说 最大的问题 还有一个就是 它需要尽同大规模的地下滑挖 这个 亦有工程专家说 这个适不适合这样做 也是一个问题 等于松山的 传染病大楼 已经有人说 不是那么适合 实际上 它硬来就没办法 那你突然去带 盡量的车 那里 整个交通规划 有没有研究清楚 还有 比现在的4000平方米 再大一点 那里的水 如果地下空间 用无处设计 所谓的 我会听到 我不知道 怎样能够继承到 这么大的重量 实际上 水是相当的重 实际上 如果是这么大 你再不用无处设计 再用无处设计 下天要停 比现在的 华士股的停车场 更大的车辆 更多车辆 我们相当觉得 是一个科技上的结作 来搞出来 问题就不在于 纯粹的 補或拆 而是如何处理 因为 从城市区画的角度 他经常说 骗区骗区 但他对骗区的规划 概念根本就不懂 这个其实 有一个空间 就是 爱都和新花园之间 不是随便起的 为什么我们几十年下来 觉得那里这么和谐 实际上有一个年大关系 他们存在 先后出现的时间 是差不多 十年左右的时间 但是来说 如果你将它 支援用途 所谓扩大 将它现代化 这样才算 但起码来说 我们怎么都不明白 它不能留一点空间 一个更衣室 这么多地方 只剩下一个管 就是关于吴陈美墓 中国现代舞合水水 萌芽的地方 你都不去搞 搞什么武林群英会 然后和这个 传承了精神 实际上 为什么有 吴陈美墓 多数人都不清楚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有没有进行一个 历史文物的教育 你不要紧 你拿出来 让大多市民知道 原来它的价值 但是我们要拆 你也叫做 有价值 零年身为成功 一直都进行这个功能 就是要让市民知道 澳门是有相当丰厚的历史元素 包括我们的硬件 非物质文物遗产软件 等等的东西 其实都应该是通过这个 身为成功之后 进行教育 然后将过程 由小到大 去到什么 但现在来说不是 我们拆了一些 但起来是什么 全部都是怪物 你看 另外一些就是 为了市民的需要 当然可以自圆其说 到最后 但出来的结果 往往是不尽而言语 第一 超时超之 它的设计 很多流包 它们最近的 这个塔石体育馆 起好没来已经流水 流很多东西 奥林帕克体育馆也是 所以我们整个过程来说 斟酌的并不是纯粹一个 新花园泳池 或者是外刀 或者是它究竟的用途 对不对 而是将它扩大到 公帑的运用 土地资源的善用 和历史文化 你怎样去对待 这个层次比较高 而不是纯粹的 我们扩大到面 可惜它连续 都不愿意跟你谈谈的时候 你会觉得实际上是很灰暗 文物保育 或者活化的前景来说 是看不到前途 你的机制已经建立了 但是没有办法善用 到回头看 30年前 普国人的文物清单 或者旧文物保护法 其实他们已经考虑 竟然考虑到这些事情 为何我们觉得身不如旧 很多事情的原因 就是我们觉得 现在来说 你分分钟 用土地资源缺法 来做这个借口 但做出来的事情 最后不符合市民的需求 整个过程来说 是否相当荒谬 所谓的发展 不是这样发展的 保育都是一种发展 这个已经是全世界的共识 很多的宣言 国际性的宣言 已经证明了这件事情 或者呼吁这样做 我们不希望出现另一个北京的情况 就是拆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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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60年代的设备都现在 甚至连热水都没有 整个设备都很有简陋 在这情况下 作为一个新的重建的时候 是如何令到全天候 因为现在用的时候 每年有几个月是不能用的 冬天不能用的 实际上一年的泳池只用三分之二 在土地资源上也是非常浪费 我觉得现代化的设施 可能跟建筑物本身 未必一定有很大冲突 大致维持现代的格局 来做一个现代化的设施 我想不是做不到的事情 我想是做到的 而且如果牵涉到 因为地下建停车长 要挖空它 而导致工程时间又长 将来会衍生成大白杖 虽然澳门是停车场不足 但是所有什么都要去停车场 譬如以爱都为例 如果我去保持它的时候 我未必需要在很多停车场 来解决泊车的问题 因为为了解决泊车问题 我们的牺牲其实很大 在这情况下 其实没有必要一定要这样做 以及王东岛提出的 在新花园泳池是有空间的 将来可以用来做一个 不曾比武的小展示室 我想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始终这毕竟是一段历史 我赞成一个现代化的 全天后的泳池 但是怎样去和建筑物尽量保留 我觉得不是一个很大的矛盾 应该是解决 现代技术其实完全可以解决到 我从这个方向 就不是一定要大策 然后才可以大建 有时可能是适当地去 因地制宜去作改善 我想也是可以处理到这个问题 好的 其实大家都知道 澳门这个土地资源有限 那么考虑到澳门土地面积 以及对于这个公共设施的需求 对于这个历史文物的保育 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 我们其实如何达到一个平衡呢 黄先生 平衡呢 其实有先进国家也好 澳门、港澳、台湾也好 其实没有绝对平衡的 一定要牺牲一些 旧的历史建筑的 这件事我们也接受 问题就是现在 它是用这个程序 它是这样的 什么都合情合理合法的 然后动员一些人做出来 我们大多数人主流意见是这样的 就会很明显看到 它的倾向性在那裡 或者是你根本上 九成都没有办法保留 除非它有意愿 好像中西药局也有争议 它就不敢拆住 或者真的听听听其他意见 你始终孙中山这件事 它不敢随便得罪 其他事情 非世为的 或者是二十世纪 尤其是越近现在的 那些就越危险 那些越危险 究竟它是否专业 不要紧 最重要的是有这样的气量胸襟 我听澳门其他国内外的专家的意见 到目前为止 澳门以外的声音 基本上不会知道 但实际上 多数其他地方的专家 为什么呢 我们联络过 其实都是支持要保留 保留 保留不是全面保留 至少最卑微的 保留立面 其实他的意见 甚至称联演艺中山 我们不会反对 内篮可以任由你做 立面主义 保留立面 已经是过时了 现在整个可以保留 现在整个可以保留 然后再加固 技术上完全没有问题 不止 说到白蚁都注通了 随时都会坏 不要进去 否则有些东西 我们不负责 这样恐吓你的成分 实际上 为他的造势 相当不堪 用到这样的招数去骗人 已经有朋友说 他进入过去 他说这个问题 已经不是问题 完全可以清除白蚁 做了些事情 关键他是不想做 所以就用各种借口 我们来看看 澳门这件事 不单单是澳门本身 而是我们如何去发展 以后 他的发展和我们的理解 即是国际上一些主流的发展 完全是失衡 他的发展原来就是大策大建 或者大策大建 就是他的发展官 但是我们再看 郭罗斯说 科学发展官 全面协调可持在里斯基 才叫做发展 但不是全部摩天大厦 巨型体量的建筑 或者一些赌场 那些就叫做发展 这是相当之落后的观念 但我们拿回的 就是以前几十年前的观念 当作最新的 而这些人已经不要了 尤其是一些保育 做得好的城市 这些已经不要了 甚至国内 大策大建 这么厉害 回头已经醒了 但我们觉得 这个竟然不是问题 这个是我们经常说 我们国际性城市 我们有没有真的和国际接轨 不要和国内接轨 都接不了 这些事情来说 我们觉得 如果这个不是用市民的角度去理解 纯粹掌观意志的解读 这个发展就不是真的发展 起码你要一个开放的态度 去对待这些事情 接受民间的意见 民间的意见 因为国际之间 不是矛盾 有时候我们都说不是矛盾 问题是 你怎样对待 如果先天有一个立场 这个是阻挤发展 本身来说 大家都不用谈 没计算谈 因为 那个观念上的差距实际上太大 通过这件事情 我们看到真的太大 至少有几十年的差距 这是官民之间 对于发展概念的理解来说 好的 其实这个黄先生刚才也是提到 这个艾都酒店外墙的马赛克的壁画 其实在澳门也是越来越少见了 有声音也是认为 不一定要全部的保留 那么建也是保留艾都的立面和壁画 对此您是怎么看的呢 我支持保留这个立面的 因为实际上 正如我刚才所说 这个其实是 在当时那个时代 也是半世纪前 它是一个比较前卫一些的艺术 我觉得是很有保留价值的 至于什么色情的 那些肯定是乱说的 问题就是 现在我们的确 最重要的是 这个保留就是真的保留 不要搞一句 原地保留还是异地保留 原地保留就是保留 异地保留就是拆掉它 这个不是这样 我觉得 保留就是真的要保留 保留外墙的壁画 保留这件事 然后里面你可以做现代化 其实我们一直都在做的 很简单 就算新马六号 大西洋银行 都是要保留外墙 过去我们做惯 最熟的 起码这些 保留外墙 我觉得是一个最起码的 至于里面能不能够有更多的保留 更加多的一些活化呢 这个我外行我不懂 但最少保留外墙 我是绝对支持的 好的 虽然澳门土地资源有限 用地紧张 但艾都酒店带有浓厚的历史色彩 希望当局可以长远的规划 做出相应的措施 达到保育和发展的双平衡 今天多谢欧议员以及黄先生 参与我们的议题讨论 也感谢您收看这期的议员讲坛 我们下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